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插不到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它就转去红灯了 我们很紧张的 Emergency Brake 紧急刹车 我们紧急刹车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看后面的 我们这个望后镜 后面的车有没有撞到我们 差一点点我们真懊悔 刚才如果出门的时候穿鞋子 快10秒钟 我就可以过这个交通灯了 或者是刚才我正在走的时候 我的车拉油多一点点 我就可以过这个交通灯了 那么一点点我要 Emergency Brake 然后我要可能等多一两分钟 两三分钟 或者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要搭那个Lift 那个电梯 我们走多几步还开着门 就是到我们差不多走到的时候 门就关了 你会怎么做 我们通常就是快两步 然后继续那个Button按了几下 我们按了几下 我们以为它会打开门 是有时候会打开门 但是一打开门的时候 里面那些人就是赶路不赶圆的看着你 因为我们想要的方便 造成别人耽误了他一些的时间 但是通常即使你按多几下 那个Lift就是或者上或者下 我们就必须等下一轮了 各位这些生活上的小事 其实是微不足道啦 最多也不是OK啦 我是觉得 哎呀这不是差不多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等多一两分钟 我就可以这个交通灯就转轻了 我就可以过了 或者是这个Lift它就来了 我就可以上了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会不会有一点的事情发生 使得我们差一点点 我们差一点点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就是差一点点得到这个天大的福分 我们就是差一点点 我们能够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上帝所吃的保守跟福气 然后在永生的时候 在永恒里面 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如果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竟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跟我们这个救恩 耶稣基督的救恩 擦身而过的话 所谓擦身而过就是我们miss了 我们错过了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个最大最大的遗憾呢 这个遗憾不是说 我在等多两三分钟就可以重来 这个遗憾不是说 我们的电脑出现问题 我按一个reset 或者是restart 它就重新来过 给我们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有生之年 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 那一次机会 我们邀请耶稣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在旁边观望 我们说 等下一次 等我事业有成 等我以后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才来信耶稣 但是呢 万一 就是这样擦身而过的话 再没有第二次悔改 或者重新的机会的时候 它真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大最大 无可弥补的一个遗憾 好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再一次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欢喜 我们快乐 因为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请信徒义 我们可以在你面前 把我们生活的中担卸下 因为你应允我们 烦恼苦丹中担的人 可以到你面前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愁苦 我们的难题 我们的困难 都放在你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爱我们 在敌人面前 你为我们摆设宴席 你为我们担当 你医治我们 也因此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要宣讲你的话语 要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以至于我们的心跟你 是毫无难阻 是相连的 以至于你的话语 被传讲的时候 能够讲得明白 能够听得清楚 能够理解得清楚 以至于当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像那个玛利亚一样 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 也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 当隔方隔足万国万邦 都来称颂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多么愿意 我们就是当中其中的一分子 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各位我邀请你打开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3节 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3节 我们如果可以读圣经的话 我们都打开圣经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 好我来给大家听 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3节 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 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亏妇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父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得是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各位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做主的门徒 也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要把握机会去抓住 我们要得到耶稣 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 以至于这个世上 我们没有差一点点跟这个救恩擦身而过 我们来到这个经文 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的十七节跟二十节 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身份 还有这个人的行动 这个的经文一开始就描述耶稣刚刚上路 他去哪里呢 这里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这个不是说耶稣说 今天有点无聊 我们出去走走逛逛 这个也不是说有点饿 我们去妈妈那边吃一下 不是 如果我们参考这段经文的前面 还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第32节 这段事情的前面跟后面 我们就可以来知道 耶稣不是随便走出来无所事事 他是正在带着他的门徒走向耶路撒冷 耶稣正在带着他的门徒走向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前面已经有两次 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当然还有众围围着耶稣的这些的人 告诉他 耶稣说我上去 我们去过这个月节 不是去那边吃喝完了 耶稣告诉他们 我去那边将会受苦 我去那边将会被这些祭司长长老抓拿 我去那边将会被他们鞭打 我去那边将会受苦 我去那边将会钉死之家 然后我会复活 这一班的人就是这样跟着耶稣 然后就从加利利的地方 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去 因为那个时候是过一月节的前夕 四面八方都有不同虔诚的犹太人 都在路上的 大家都向着耶路撒冷这个目的地前进 因此耶稣的身边除了这十二个门徒 也有其他那些同样去朝圣的 去过节的这些犹太人 就在这个时候 圣经就说有一个人 跑来 跑到他找到耶稣 他认出耶稣 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 然后他就很诚恳的问耶稣 耶稣啊 第十七节 他说呢 我应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啊 你告诉我 我做什么 以至于我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我们综合福音书另外的两本 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 他在记录这件事情 也从不同的角度 给了我们不同的资料 来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虽然圣经没有提他的名字 但是呢 综合这三门福音书 对这个人的描述呢 我们可以对他有相当的认识 马太福音称他为 那个少年人 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标准 少年人大概就是读中学 十三岁到十八岁 不是 圣经里面这个少年人呢 是指到可以承受 那个的律法制约的一个的青年人 所以新的一些圣经的翻译 已经把他翻译成为青年人 这个是一个年轻人 他是青年人 然后另外的福音书 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 哇 年纪小小 一个年轻人就已经做官了 真的是年轻有为啊 不单止如此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都有提到这个人呢 财产很多 各位这个人 如果今天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 他真的是一个杰出的人 他年轻有为 他年轻小小就当官 不单止如此 他有很多的钱 很多的产业 在当时那个很艰难很困难的时代 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成就 真的是了不起 所以通常我们提到这件事情 提到这个人的时候 虽然圣经没有提到名字 我们通常称他为一个年轻富有的一个的官 在这个时候 这个年轻富有的官 他很渴望知道 他很渴望知道 主啊 我要做些什么 我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我几乎 就是得到了世界上 所有人 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有地位 我有财产 我有名声 我有权利 我年轻 但是我想要知道 我来 我还可以做什么 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永生呢 当他这样问的时候 接受下去 他就非常自信的 非常自信的告诉耶稣啊 耶稣啊 犹太人 我们祖宗的律法 摩西的世界 我都遵守了 第二世界 不单只遵守啊 我是从小就遵守了 因此各位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为这个人 发一张 人生成绩单 这个人生成绩单 一百分 外在呢 他有权是有地位 刚才讲的富有年轻 而且他有好行为 他不耽误啊 他没有说你的钱 进来我的personal account 他有好行为 他说这些 我都遵守了 而且是从小遵守 他是一个金钱的人 内在呢 内在呢 他对属灵生命有渴慕 啊 真难得 他没有被外在这些权利 财富 来蒙蔽他 来捆绑他 他反而对属灵的事情 有这个的可目 我们在他面前 真有一点的惭愧啊 或者很多的惭愧啊 哎呀我们忙碌于玩手机 我们忙碌于追求名牌 我们忙碌于追求权利财势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他对属灵的生命 有一个的可目 第二呢 他对属灵的事物呢 有这个辨识的能力 辨识的能力 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啊 辨识的能力就是说 我能够在纷纷扰扰 我能够在四四而非 我能够在 四非黑白颠倒的这个社会当中呢 我能够很准确的分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值得我投资 什么是值得我追求 什么是我要放弃 他有这个 对属灵事物有这个辨识的能力 以至于呢 他能够主动的追求 你看 他虽然是一个有钱有势 有名望 应该是非常受人尊重 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 但是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从乡下来的人 这个的拉比啊 这个的老师啊 能够帮助我 于是他非常谦卑的 来到耶稣的面前 不但来到耶稣的面前 圣经说 他跪在耶稣的面前 你想像那一个的画面 一个官 跪在一个乡下老师的面前 然后就问他 老师啊 我应该做什么 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永生 这些外在和内在的条件 都在告诉我们 这个人啊 真的是他在他的人生成绩单里面 配的一百分 难怪耶稣 看着他的时候 第21节你看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各位这里想到耶稣看着他 这种看不是随便瞄一眼 这里呢 看是讲到耶稣 信中充满那种的感情 凌视他 看着他 耶稣说 这个人真的是难得 这个人真的是 人中 龙凤 这个人呢 耶稣 圣经说耶稣看着他 就是一直看着他 然后就是爱他 这个一个 几乎可以拿世界十大 杰出青年的这个人啊 有谁不欣赏呢 各位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岂不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 也是有这样的成就吗 有外在的成就 有内在的属灵的生命的内涵 每一个 对自己负责任的年轻人 岂不也是一直在鞭策自己呢 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 人生的一个的目的地前进吗 奋斗吗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既然耶稣看着他 爱他 耶稣想要把他 转变他 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人 于是耶稣对他有一些的要求 我们来看第21节 第21节 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你的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我们认为这个人 人生成绩单是100分 在耶稣眼中是99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 据说呢 我们以前时代也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据说在那一些名校的精英班里面 决定你考第一和考第二不是相差几分 是相差百分之几分 有时候就是那么错一点点 就相差了 就决定你是考第一还是考第二 我的惨痛的经验就是呢 有时候明明是拿了98分99分回去 还要被妈妈打 这个不是妈妈太过无你取闹 是妈妈看 哎呀这一题算数 明明你会的 为什么你初心 妈妈打我是因为我初心 不是因为我懒惰 哎呀有时候明明是全部对了 为什么是99分呢 忘记写名字 忘记写名字 老师就扣分了 你这么初心 妈妈打我是这样 差一点点 可以完美了 耶稣也是如此 耶稣觉得我需要帮助这个 这么难得的一个年轻人 使到他的人生更加完美 耶稣多么希望帮助他 真正找到生命的那个的意义 因此当这个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品格满分 而且是极客木鱼的年轻人 很自信的 向耶稣乘上他的人生成绩 但耶稣你看我这个人生成绩 但耶稣说 嗯很好很好 但是你还缺少一样 你还差一点点 你先做好这样东西 然后你还要忠心的来跟随我 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就完满了 耶稣要他做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耶稣身边除了十二个门徒 还有其他的人 如果我们也是当中的其中一个人 当年当日 我想我们可能会觉得 耶稣真岂有此理 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耶稣你还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哎呀耶稣你真是无你取闹 哎呀耶稣你真的是 好像刻意在为男人 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喜欢 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耶稣你说 你还缺少一样 你先做好这样东西 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 这个是我们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耶稣的想法是 耶稣还是坚决的 要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呢 耶稣说什么呢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 分给穷人 然后呢你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就是身无分文的一个人呢 来跟从我 他起初是说 耶稣我可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可以得到永生 可能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 耶稣说 哇你已经可以得到永生了 你看你这么好 这么好这么好 律法又全部熟了 而且从小熟了 但是耶稣说 你现在你要编买你全部的东西 放掉你的做官的这个的权利和地位 放弃你全部的财产 然后你来跟从我 圣经说什么呢 那个人呢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这个年轻的官 一听到了就变了脸色 原来的意思是他被吓到 用我们今天的话他傻眼 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这样回答他的 他被吓到 脸上都变了脸色 他从来没有想到 以我这么好的条件 哇我在这个人群当中 我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 竟然还达不到一个乡下出来的老师 这个叫做耶稣的这个人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然后呢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悠悠愁愁的走了 圣经记载这个人悠悠愁愁的走了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十二节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各位对我们许多人来说 财产很多 跟悠悠愁愁是很难扯上关系的 没有钱才悠悠愁愁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没有钱 什么事情都是悲哀 有钱了嘛 哪里还有忧愁呢 但是这里这个人悠悠愁愁走了 圣经说正因为他财产很多 你看得出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个 雕愁吗 我们认为悠悠愁愁跟财产很多 扯不上关系 但是耶稣在这里发出一个挑战 使到悠悠愁愁跟财产很多 产生了关系 因为本来可以使到这个年轻的观 可以快乐生活 幽幽哀哀哀 享受世上所有能够享受的东西 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 却拦阻了他跟随耶稣 回到我们刚才看回他最初的行动 最初的行动 圣经说他跑来 就是他有一个 心中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的 想要的东西 于是他跑 他等不及慢慢走了 他看到耶稣在那边 他就跑去了 然后圣经说他就跪下 这个是表达一种很谦卑的祈求 都表现出他想要成为 耶稣门徒的这种的热忱 表达他甚至要得到永生的那种的渴望 但是呢整件事情的结果呢 却是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各位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读过这段经文很多次 相当熟悉 每次我读的时候我都在想 如果这个人不是因为财富很多 是否整件事情是180度的转变呢 如果这个人不是财富很多 他是否就能够快快热热的跟随耶稣呢 我们来反省当中的一些的情况 当然这里是指到财富的问题 针对这个年轻富有的官 讲到他要跟随耶稣拦阻他 是因为他财富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 把这样的一个原则 apply在我们全部人自己的身上 其实这里的原则就是 有什么东西难阻你跟随耶稣 对这个人来说是财富 对你来说呢 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使到我们本来可以领受这个永生 领受这个的救恩 我们却差一点点 然后就跟永生擦身而过 什么东西 难阻我们跟随耶稣 这样的一个问题 衍生出来一个的层面呢 就是在今天 我们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 不错 这个马可福音 在这一边 他是指导耶稣要求这个人 因为耶稣知道 拦阻他全心全意跟随耶稣的 是因为他财富很多 原来他的心还在财富那里 今天我们生命的终点是什么 拦阻我们来亲近神 是什么拦阻我们来到教会 是什么拦阻我们迟迟不做这个决定 要全心全意的 信靠耶稣做主的门徒 耶稣之前两次预言自己 将会在耶路撒冷 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他们现在正在走 然后呢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呢 我们能够再接着下来的 也是同样第十章 接着下来就会看到 耶稣第三次预言 他要将在耶路撒冷 受苦受害 为什么耶稣要三次预言呢 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不是今天我们的流行 对犹太人来说 重要的事情 或者我要强调的 我要把它很强调的事情 我要讲三次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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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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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南的圣洁的上帝 他只是传到书里面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全南的虚空 同样的耶稣要 要在他的门徒面前 很坚定的告诉他们 你们现在跟我上耶路撒冷 不是要得荣耀 你们现在跟我上耶路撒冷 不要期望我在那边呢 打败这些的罗马人 然后我做王 然后你们就是做首相啊 财政部长啊 都有官做啊 不是耶稣告诉他们 你现在跟随我是走上一个 受苦要付代价的一条的路 这个提醒我们 当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同样要求他的门徒 付代价的跟从他 因为这个是一个失去掉的道路 这个是一个付代价的道路 耶稣邀请我们 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愿意跟随到什么程度呢 是当耶稣解决我们的难题 是当耶稣医治了我们的健康的问题 耶稣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个经济的难关 耶稣帮助我们解决了 恢复了我们夫妻紧张的关系 我们跟从耶稣 但是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祷告祷告祷告 好像好像 耶稣没有聆听的时候呢 是否就是我们说 噢 这个耶稣不太灵 这个耶稣没有管我 各位有时我们祷告 我们得不到耶稣的回应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祷告的不对 圣经说我们是忘求 不合理的求 第二个原因呢 是时间内到 耶稣有更好的安排 第三个耶稣没有照着我们祷告的来应允我们 是因为祂预备了一个更好的 我们想不到的 我时常想起一幅的图画 有一个小女孩 她就傻叫她的爸爸 傻叫她爸爸 爸爸 爸爸买给我一个洋娃娃 哎呀 女儿嘛 女儿一傻叫 这个爸爸就受不了了 这个是女儿的绝招 这幅画是什么呢 这幅画就是爸爸拒绝她 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有想象 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个这么疼爱我的爸爸 会拒绝我的要求 正如各位我们祷告 我们真想不到 牧师不是时常讲吗 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告诉我们吗 耶稣爱我们 无论求什么都给我们 为什么我的祷告耶稣不允允 啊 这幅画的下一幅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爸爸 他拒绝这个小女孩 他所疼爱的这个的女儿 原来呢 他后面呢 是拿着一个很大的洋娃娃 小女孩要求这么小而已 这个爸爸预备了一个这么大的洋娃娃 各位有时候我们很祷告 耶稣好像没有听 因为耶稣好像没有按着我们祷告的祈求给我们 因为他有更好的 我们想不到的要给我们 所以回到来这边做门徒 或者信耶稣 付代价的一种的跟从 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信心 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我依然相信 我还是付代价的 各位今天在这个世界做基督徒 是要付一些代价 我们不要说在一些危险的国家 做基督徒真的是生死之间的选择 哎呀我们在马来西亚相对来说还好 有时在职场做基督徒 就有一点的损失了 或者是吃亏了 因为别人给under table 你不能给 吃亏啊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给这个under table 你的project 就给别人拿去 哎呀你是一个做seals的 那个人已经三分四次暗示你 哎有一点的rebat 你都坚持原则 哎他以后就不向你买product了 损失了 给老板来扎影了 给老板骂了 老板说你看那个做的多么好 他的业绩多么的成功 是啊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要付代价 刚才我提到那些意思只是一些 一点点的代价发了 面对起那些跟随耶稣要在生跟死之间 来选择的时候 我们的代价实在算不得什么 这个经文当中 这个杰出的年轻人满怀热忱要跟随耶稣 但是耶稣却破他冷水 他满怀自信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要他停下来 认真的想一想 计算一些代价 因为我们跟随耶稣 不能只靠我们一时的冲动 不能只靠我们一时很热忱 因为这种的激情很快会下来的 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是靠这种激情 却是靠一个付代价的跟随 正如我们跟我们的太太丈夫的婚姻也是如此嘛 不能只靠那个激情啊 激情很快就过了 但是却是靠我们尾身 我们尾身在当中 于是我们可以维持 不单只维持我们的婚姻 我们可以使到我们这个婚姻 更上一层楼 跟耶稣的关系也是如此 各位我们就 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 特别是耶稣所遇到的 在耶稣周围的那些有的人 这些人有什么呢 比如说圣经里面时常出现的 这些法利塞人 他有地位 他有学问 他是宗教的领袖 文士 撒度盖人 这些都是宗教的领袖 老百姓都非常尊敬的 老百姓都是靠他们来教导圣经 是怎么样啊等等的 他们对摩西的律法了解的非常清楚 比如说耶稣 讲到的这个 希利安提伯 他是一个王来的 你说他有没有 肯定有 浪子的哥哥耶稣的比喻 这个长子 长子就是以后要继承 他的爸爸全部的财产的 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的人 但是 耶稣却责备他们 圣经里面没有的人 那些没有的人 那个只有两个小钱的寡妇 今天如果有五分钱 在地上 我们都懒得 哎呀停下来 万下要把它捡起来 我还记得以前五分钱 我们都会捡起来 因为 还可以买到东西 哎呀 你就知道我的年代 离开现在的年代 好像很久了 这个只有两个小钱 用我们的经验标准 他只有两个一分钱 有没有 但是当他奉献的时候 耶稣称赞他 耶稣称赞他 他奉献的比全部人还多 小孩子 没有啊 小孩子在大家 在大人面前也 连讲话的权利都没有啊 特别是当时 但是耶稣说 今天国的人 在上帝的国里面的人 正是这样的人 那个女儿被鬼妇的 家男妇人 所谓家男妇人就是 外邦的妇人 不是上帝的选民 在耶稣的时代 不单止不是 上帝的选民 女儿还被鬼妇了 耶稣说呢 后来 耶稣称赞他 这样的信心 我在以色列人当中 就是在神的选民当中 我都没有见过了 还有这个 患了血肉病的 这个的女人 无论在身体上 礼仪上 她都是不解禁的 圣经也描述啊 她花金了她全部的钱 都找不到一生 一个能够抑制她的一生 她的病反而越来越严重 这个 这个女人没有健康 没有社会地位 因为她不解禁 她没有钱 她没有明天 但是当她跟耶稣相遇之后 耶稣怎么样讲呢 耶稣说 你的信 就是你的信心 救了你 她的仆人快要死了 也是一个外邦 就是非犹太人 这个官 她的仆人病到快要死了 耶稣也是同样称赞她 你的信心是最大的 那个在圣殿当中 痛苦 拗悔的税吏 那个的画面是有两个人 一个是法利塞人 刚才讲的 是宗教领袖 她在圣殿祷告的时候 说 神啊我奉献 我周期穷人 我精识 她在向神来报告她的成绩 她不是祷告 她是报告 但是圣经说 这个税吏呢 这个税吏 头都不敢抬起来 头都不敢抬起来 垂着说 可怜我这个罪人 结果 耶稣说 这个人回去的时候 倒比那个法利塞人 更算为是义人 最后我们知道 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 当然有两个强盗 在耶稣的左右 其中一个 死都不回拐 另外一个说 耶稣啊 我要跟从你 你纪念我 这个强盗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各位当时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看到 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啊等等啊 还有一块布啊 其实当时是没有的 车裸裸的 人生一无所有了 这些没有的人呢 耶稣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强盗 耶稣说 近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各位还有很多啊 在福音书里面 让我们看到那些有的人 自以为有的人 其实在神的眼中 是很贫乏的 那些看起来没有的人 正因为他有紧紧的那个星星 他就成为拥有全部的人了 因此耶稣要我们在今天呢 来分别 来做出一个明智 有智慧的一个选择 这个做门徒 一个真的门徒 有三样的东西 第一样就是一个谦卑悔改的灵 主啊我真需要你 正如那个的税吏 头都不敢抬写 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主 但是神称他为义 第二呢就是一个真诚 真诚没有假的一个的星星 就是刚才那些所谓没有的人 而有的 星星 星星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我们还没有抓住 但是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 他预备给我的是最好的 第三 全然奉献的性质 这个也是耶稣要求那个官 你来跟从我 付代价的来跟从我 最后我要提一提这本的书 这作者是鲁云 鲁云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 被称为是一代的属灵的伟人 属灵的灵修大师 当然他在1996年的时候就安息 这个鲁云神父 他写了很多书 但是这些书呢 都是很容易读的 很小本 大概一本百多页 甚至不到一百页 很容易读 但是很有深度的 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做门徒的情况 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 其中一本书 这个叫做向下的移动 基督的舍己之路 各位今天我们的社会的意识形态 我们社会推崇的是什么 向上 升官发财 这个社会推崇的 称赞的是一个向上的一条的道路 人往上 谁往下流吗 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现象 谁不想升官发财呢 我们一直追求向上 更高的学位 更高的官 更高的职位 更高的薪水 更大的汽车 更大的洋房 这个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个意识形态 我没有说它是错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不要成为拦阻我们 追求上帝 接受耶稣的一个的满足 反而这个鲁云就说 我们应该学向耶稣向下 这个向下是什么呢 这个耶稣道成肉身 从天上向下来到世界上 然后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呢 整个的生命都是不断的向下 很多人巴不得跟外逼啊 跟官啊 有关系 拍照拍照啊 然后就可以收别人 但是耶稣接触的人呢 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就是接触那些 当时那些人 不愿意接触的人 长大麻疯的啊 穷人啊 罪人啊 那些人家不愿意接触的 不愿意接触的 耶稣就是向下来接触这些人 也许在耶稣 道成肉身 在地上的生命里面 唯一一次向上 你猜是什么时候 上十字架 其实这个上十字架 是他最彻底的向下 各位如果我们一直是向上的话 恐怕我们没有敏感的眼睛 没有柔软的心去体会 我们身边那些弱势群体 因为我们不断追求那些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学像耶稣 我们有一个向下的一个生命呢 我们对那些弱势群体 单亲妈妈 残缺的人 需要帮助的穷人 悔改的吸毒者 隔方隔面那些弱势的群体 我们就有那个柔软的心 跟他们感同身受 以至于我们能够伸出 是他犯错了在街脑里面 但是我们还是去关心他 耶稣说 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其实是坐在我的身上 向下的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信心 这样的一个眼光 这样的一个胸怀 以至于我们千万 在我们有生之年 不要差一点点 跟这个救恩擦身而过 这个年轻的官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还是跟救恩擦身而过 多么遗憾 但是今天让我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 你说主啊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的主 我要信靠你 我不要有这个差一点点的遗憾 等下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当我祷告的时候 让我非常真诚的 封耶稣的名来邀请你 如果在我们当中 不管是在我们实体现场 或者是你在线上 或者是以后 会听到或者看到 这个的视频记录的 如果你说我今天明白 我今天学会怎么样分辨 暂时的财富 社会地位 民生 和永远的永生救恩 我分清楚了 我不要差一点点 然后就造成一个 无可弥补的遗憾 我要接受耶稣 如果有这样的人 在我们当中的 无论你在哪里 请你举起手来 你说我要跟从耶稣 我要确定 我有这个救恩的凭据 有这样的人 我奉耶稣的名 谦卑的 真诚的邀请你 举起手来 不要跟这个救恩擦身而过 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 听到 你的话语 是这么的 来要求我们 也让我们去思考 是什么拦阻我们 我们尾声的来跟从你 是什么拦阻我们 来相信你 我们在这个时候 求圣灵来破除我们 刚硬的心 破除我们 怀疑的心 挪去我们的软弱 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 能够说主啊 我愿意 来跟从你 我要得到这个永生 求你把这个永生 还有福分 还有福分赐给我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 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好 上帝祝福我们 不要错过 不要差一点点 让我们完完全全的 得到耶稣 Amen Hallelujah 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上前来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需要带导的 你的身体的状况 或是你的生意 或是你的工作 这个工作 请你上前来 Amen Hallelujah 来到你面前 我来到你面前 全心下你这些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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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减意 能够圣给你 怪我 我的心 我愿意到头 唯一的无求 请你的愿意到我 只剩我全所有 让我这一生 成为你心灵 来完成你之一 有来到你眼前 全心向你呈现 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我等待属于你 祝我在这里 宣伤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写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望和经意 能够写给你 却有我的心 我唯一道口 唯一道呼救 是你能愿意到我 千少得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亲密 来完成你之一 祝我在这里 祝我在这里 宣伤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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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祢的愿的我 心上我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祢祈礼 来完成祢祈礼 愿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成为祢祈礼 来完成祢祈礼 祢祢祢祢祢的家 继续典礼 联子图 祢祢寺祢